蕭太王翠鱼 今天就出席新剧宣传活动 婚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 翠鱼觉得和以往又有什么分别呢 最好的风景就是 以前封那个红包 是用自己的舔 这一年全都是他的舔 还有是他封的 所以整个过程 我都不用力 所以也不用舔 所以挺好的这个感觉 好像今天 我说今天我要带拜了 所以要准备红包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红包就在这个台 坐上面 所以他很好 很乖 那拜年的时候 长辈又有没有催你们 快点生BB呀 没有啦 所有人都知道 我跟他的作风 就是吹不掉 吹不 吹不了 就是我们喜欢做什么 就做什么 所以大家也知道挺好 有传好友唐思荣 和声学顾问中心创办人 兼执行董事陈思敏 在年初一一起行山 疑似拍拖 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吗 他还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了 他还没有回应 所以等到回应吧 可能不信了 好多人也 也那个爬山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他 他可以有好好的 好好的爱情 还有好好的生活 但是因为现在 他很努力地在开工 他现在开那个工 每一天要打 所以我觉得他也没有时间 做很多其他的事 所以就追求节 他们什么时候也有的 所以希望他的追求节 可以努力一点